哦 我知道了 哦哦哦哦哦哦 你們這麼快就知道了 這不用暗示了 對啊 這不用 我覺得我應該對才對 我應該也會對 請兩位先翻牌 哇 我跟你不一樣耶 那我們來看正姐 我真的猜不出來是誰 你猜不出來 等一下 等一下 麟蓬哥你在冒汗耶 我真的在冒汗 我真的猜不出來是誰耶 你們綠營的夥伴 有人長那麼皮 這一次有進立院 他是國際巨星耶 他有自己的電影 這裡超難的 中部 國民黨 選候聲量很高對不對 魯秀燕 你們答案是一樣的耶 啊只有跟你的答案也不一樣 要不要再猜一下 直接先來一題示範題不計分 請問他是誰 不計分嗎對不對 不計分 他是誰的小時候 你確定這個答案 這不好笑耶 這一定啦 這不好笑耶 你確定 這個怎麼可以好笑咧 好 請翻牌 欸 尤達大師是什麼鬼啦 其實 其實喔 我應該用英文來寫尤達大師 但是我忘了尤達大師的英文怎麼寫 Master Yoda OK 這不是正確答案 來正解釋 這個我怎麼敢寫啊 我只敢當面送給他 我不敢寫出來啊 不鬧了不鬧了 正式來 正式來 好 第一題 哇 這個 喔 我知道了 你們這麼快就知道了 這不用暗示了 對啊 這不用 你們要從他的這個氣場 跟他的這個姿態 這個 他的態度 神韻啊 這個態度是從小建立出來的 我覺得我應該對才對 我應該也會對 我應該是對 請兩位先翻牌 哇 我跟你不一樣耶 欸 欸 好 那我們來看正解 說真的 一開始我也以為是蘇貞昌大哥 我從眼睛看的 沒有 那個表情跟爬樹的時候一模一樣 這個今天還這一集就算了吧 也是 才一題而已對不對 來下一題 好玩好玩 哇 喔 這個很簡單耶 喔 對啦 這很簡單啦 這很簡單 這很簡單 等一下 3 3 2 1 小美琴 小美琴 這應該不會錯啦 請看正解 太多士兩位都答對了 好 送我們三題 來 下一題 我覺得我有莫名其妙的壓力耶 要瞎 喔 這個 噢 這個很好吃耶 欸 其實很簡單耶 這個很簡單 這是誰啊 這很簡單 蠻像老K 欸 我真的猜不出來是誰 你猜不出來 等一下 韻彭哥你在冒汗欸 我真的在冒汗 我真的猜不出來是誰 你們綠營的夥伴 有人長那麼皮 然後你跟我說他是帥哥 再給你一個 這一次有進立院 這一次有進立法院 對啊 他還有 他是國際巨星 他有自己的電影 有進立法院 我真的猜不出來欸 那這一題 我認輸 認輸 好 我猜 王世堅 請看正姐 很像欸 只有皮看得出來 其他都看不出來啊 來 OK 我真的猜不出來 我猜到冒汗了 OK 你要聯繫聽過他兩題喔 來 下一題 哦 這個 這應該不會錯了吧 欸 好 我這也不知道了 好 兩位請亮答案 直接亮答案嗎 我覺得我應該是這個女生 他出一輪 蛤 我就是柯文哲 你幫他加個眼鏡看看 換個白袍 柯文哲 跑到英整齊嗎 看一下是不是啊 啊 啊 欸 我扳回一層 扳回一層 欸 眼睛蠻像的 接下來這一題 最後一題了嗎 我覺得這一題很難欸 這題超難的 中部 國民黨 選候聲量很高對不對 這答案我完全不確定 好 兩位請亮台 魯秀燕 哦 你們答案是一樣的耶 啊 結果跟你的答案一不一樣 要不要再猜一下 蛤 那 那我再 我來 我來一個提示好了 好 夾到手 哦 我同學啦 我同學啦 你同學 你不認識 他跟我同屆的啦 哦 這樣 這樣再猜不到 我就對不起他了 來 好 3 2 1 陳玉珍 他跟我同一屆中文去的 真的哦 對 好 那個陳玉珍小時候很可愛 嗯 真的蠻可愛的 長大 長大在家自己評鑑 哦 委員請自重 好 這個環節很不幸的 獲勝的是 賀龍 耶 好 等一下就發一下 賀龍是民進黨的嗎 對 民進黨的好朋友 好朋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賀龍是民進黨的好朋友而已哦 好 我本來想 我要寫黨員 他不讓我寫 OK 沒問題 好 我們最後還是聊一下正經的 好 這一次 不管是您的選情 你們三百要 你要刷 委員打到我 委員那邊跟 委員那邊跟 喂 要做正確的決定 要做正確的決定 謝謝朱主席 也謝謝我的partner 我們啟程 委員 也非常感謝 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曾如剛才朱立倫主席所呼籲的 廣大的人民 希望看到一個團結的國民黨 廣大的台灣人民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在野聯盟 人民在過去八年真的是受不了 如果 執政的民進黨 展開第九年的執政 繼續貪污 腐敗 而在野黨 沒有辦法 強而有力的監督 會是嚴重失職 所以 這一次的立法院院長 副院長的選舉 非常的重要 再也 所有的 反對黨 大團結 更重要 也要特別感謝福昆奇委員 能夠顧全大局 能夠犧牲的小我 然後 讓國民黨能夠團結和諧的出發 事實上 這段時間 他真的是盡心盡力 在立法委員選舉期間 他也對每個委員非常的關心 所以很多委員 都跟他產生良好的情誼 他的犧牲非常的大 但是個人一點都不重要 未來的總統很清楚 是台獨綱領 如果立法院 這次韓國瑜江啟臣有幸 得到立法委員的支持 我們非常清楚 中華民國憲法下的九二共識 是我們要走的 最重要的一條正確方向 朱立倫主席講了四個字 我們一定放在心上 未來國民黨的重大政策 如果透過立法院 就是親美和中 我們不可能像民進黨一樣 親美仇中 這個是一個大事大非 所以在這場選舉之後 將來民意展現最重要的總統府 跟國會 我覺得 這樣子一個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 再加上很多民眾對我們的因應期盼 有這個機會 我們一定會全力支持國會的改革 讓每一個委員 都能夠代表他的民意 好好的為老百姓來打拼 那也再一次 感謝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對我們的關係 以及全國海內外的民眾 這幾天都特別的關心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